下一个news就我们要讲一下山东号 当然我们要先讲一下那个news先 我想大家都不会觉得很出奇 就是为什么你又会再见到山东号 还有山东号今次想出来玩什么 我想大家都隐隐约觉得是有点怪 因为怎么这么说 上次山东号四月才出过来 就是那时候四月出来 大家知道他应该本身在海南那边自己在做训练 应该突然收到急转 接着就要出击 于是他那时候接近裸斌的感觉 他不是裸斌的 他上面真的有战机的 然后就好像很立刻就要开户去到台东的水域 立刻开到过去就做任务 其中一个任务可能是拦截蔡英文 那时候蔡英文有架端机回去的 那些人就说他是不是拦截蔡英文 那当然这个可能是政治姿态 那真的拦截肯定不会的了 老实你去拦截 你派架殲-15个人家的F-16来的 我又不是说你殲-15是差点的 但是人家的F-16空军战机对着你 我不会说你烂鬼海军战机的 但是大家知道殲-15是什么的了 有没有ISER雷达 是吧 那些飞弹呢 机械送了雷达 飞弹是差点的 老实在 被干扰的机会又高 那对方呢 都不用用很多东西而已 就是挂回两三个吊仓 然后上面有一些厉害的飞弹 大家知道AM120 AM9X那些 打起来真的没什么好处 所以千万不要想要拿殲-15 就拿去凝击人家F-16千 千万不要玩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很克制的 双方说大家就很凶狠的 做就真的很克制的 那次就没事了 但是那次西太平洋的训练 我们也看到 山东号是比我们想象中成熟了 真的可以在海上面操-10多20天 那次都操得很久的 印象中是整-10 是不是两个星期以外 就是十六七天左右 接着才回来 很多次的升降 像我们说的蓝载机的升降是破纪录的 就是它那个升降 我计算一下 大概一天可以升到三四十架蓝载机 那如果你这样计算 其实都比以前很多 就是以前可能是说 一天飞大概二十几架 那如果你说它是出动到三十几四十架 大家计算吧 山东号上面的蓝载机肯定不是满片的 那它上面可能大概是十几二十架 那就是说一天平均出动 一天平均出动 一架蓝载机可以出动到两次 那我是觉得很合格的 就是大家还要明白 它这架是滑跳式的航母 那滑跳式的航母就一定是有限制 包括它回收机回收得慢 它上机就上得不够快 然后它那些停泊区又少了 中间协调降落那个时间 一定是会给Katobar 我们说的那些弹射型的航母 因为前面没有那个甲板可以拿来 就是去做那个布置 就是拿来去临时放机 那所以整个东西都一定是差一点的了 那所以你这样计算 就是我们常说Stobar是三只发射的航母 包括Katobar、Estobar Stobar就是回收最慢的换法 那所以其实去到四十多 我觉得都算有交代的 就是山东号 那还有它那次出去 都是有偏队的 就是有偏队去做 那我们很少见 就是山东号做这些 那所以三明你觉得 它真的现在九月份 其实都很近的日子 还有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现在是不是真的在做一些 模拟工台的事情呢 我们那个观察呢 其实都相当有趣 就是包括它今次呢 那个动向 那我们就借了On Dog CC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Ryan Hink 他们那个东方那边 做的消息 那给大家看看今次的那个航向图 那主力呢 大家看到呢 就是山东号 和一些 例如可能部级舰等等 跟随着他们在南海艦队那边来的船呢 其实就穿了去巴士海盒的 那么穿出了巴士海盒呢 现在呢 就在台东 那个地方叫做俄秘链 我没记错叫俄秘链 我没记错叫俄秘链 那那个地方呢 就大概60海里 其实是很近的 那然后呢 就攻过海盒那边呢 那边呢 又出了八艘的中国的艦艇 那包括有052的了 那全部都是052 那还有两艘的现代级的驱逐艦 那现代级驱逐艦 那我们有空就说一下 就是很旧很旧的 很旧的一个 但是中国现代化军舰的很重要一步 那都派出了他们来玩 那整件事好像很包围着台湾了 那再加上呢 有反潜机啊 殲16啊 那些呢 过来西南空域啊 叫做保卫着那个山东号那种感觉啊 那些呢 那等一下都要分析的 就是他这个玩法玩什么 不过呢 三明兄你觉得这个玩法 有没有像之前去年呢 我们讲路透蛇 就是那时候呢 他讲过呢 就是中国怎么用六个步骤去攻台湾 那其中呢 主力呢 头四个步骤都是和封锁海峡啊 封锁台湾的水域有关系 你觉得这次呢 这个玩法呢 是不是真的有些 大家常常说 2025年啊 2027年要攻台啊 那现在2023年要做一些谴责的啊 那所以很多东西 是不是都看到那个危机又来着呢 还有啊 大家常常说 攻台最好的时间就是4月和10月啊 现在9月了啊 有没有一些小小的光领的意味在那里呢 那啊 就是大家要记住啊 我们每次某些台 每次有些什么冬瓜豆腐 有些风吹早洞呢 就和大家说 那好走啦 我去深山了 这些啊 这些叫贩卖恐惧 大家慎防啊 慎防啊 这些贩卖恐惧的沈大师啊 而且不用去买盐啊 那些不用担心啊 不用去买盐啊 整天抢不需要的 怕什么啊 美国 美国佬都没出声 因为那个洋流是先飘去美国和加拿大那边的嘛 跟着才会回头的嘛 那啊 这次山东好出来呢 我只是之前和Michael和Narian讲 都是有个疑问 就是 为什麽每次都是航路走到鬼死那麽远 才有新闻出现的啊 不是应该一直盯着嘛 每次都好像 好像突然在一个不知道哪里弹出来的 他每次都会是个人的 但是你觉得他这次 不是靠客的啊 这次他做到很足的啊 所有东西都 还有因为又近十月嘛 我们经常都说 因为你如果适合公台的季节呢 其实四月和十月呢 就是传统呢 我们讲的那些水民啊 风向等等的东西呢 最合打都是这些时间的了 那这麽敏感的时候 其实他 我们一路观察呢 遼寧号和山东是不会在这些月份呢 走出来的 就是他们走出来的那些月份呢 通常呢 就是大概圣诞附近了 就是圣诞附近的时候呢 他就会走出来在冲城外海 啊 飞勒宾海那边做演习啦 今次他在台湾以东 其实都是去飞勒宾海的了 大家估计他 待会我们会预计一下这条路线 所以是不是更加的似层层啊 就是更加的 不是真打你 但是我也要模拟一下打你了 已经开始了 是 那其实我们一路都说中美两国 其实很认真地备战啦 那我们伟大祖国就是A2AD啦 包括这个包围台湾 就是不让美国佬的兵力进来啦 他的航母啦 他的空军啦 炸日本韩国的基地 都肯定是有计划的 这次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航母 穿越台湾海峽也好 宫沟海峽也好 都发生过几次的了 所以大家都应该 都不会有点大惊小怪的了 不过就是说老实话 大家都看到就是山东南亚这一手呢 他的战斗力的确是越来越完善 就越来越像一手可以作战的航母的 我们之前都说他就是 入役了这么几年呢 都好像没什么做嘛 那现在就老大哥 那个辽宁号就去了入厂大修啦 有牌还没出来啦 那现在这一牌都是山东号在这走来走去啦 那这次他的行进路线 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 但是都是包着台湾海峽的东南啊 配合其他的这些陆机飞机的作战呢 就是对台湾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啦 那我相信这件事对于美国佬来说 也都没什么意外的了 都看过好几次的这种战术 那当然人家山东号就越粗越熟练啦 那美国佬就起来想 怎样可以在没有大伤亡的情况下呢 就利用这个分散式的杀伤呢 比如说无人的导弹车啊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B-21 或者KC-135作为这个无人机的母船啊 在战区外面呢 就放一些无人机进来作为攻击或者偵察啊 那这个双方都是一直试验自己的 自己心目中的战术啊 那很明显就是 美国都可以弄底一点的 他就不敢进来 现在也有点害怕 但是伟大祖国就进取一点的 现在 他似乎是越来越 倾向于将台湾包住来打 因为我们现在观察呢 就是他既然在西南空域呢 近期他都放很多机过来的 就是我们说是放成28部机过来的 那你见到他会出动到无人机 那已经 接着有反潜啊 有这个签16啊 签10啊 也都有空警500啊 那基本上呢 他们出这么多机呢 第一就是要对抗 那要对抗呢 就现在 例如说 美国他们那个潜艇部队啊 或者是他们本身那个航母打击群啊 接着又要去防御着呢 就台湾那边呢 他们那个反弹飞弹啊 或者他们那个舰队啊 那个攻击啊 那所以就做了一个海上封锁呢 那我相信他们现在就不熟练的 要做多些 还有反潜呢 很多专家都说呢 不是你有没有 而是你要做到熟 就是反潜呢 最重要就是熟练 就是在那个反应呢 是本能来的 去到这个东西呢 就有这个反应 去到那个就是那个反应 要有实剧本的 就没得即兴呢 指挥官想怎样就怎样 就是要存多些这些货仔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 中国那个反潜的问题 不过Simon King 我们都见到呢 他们那个空军呢 其实都挺配合 今次的演习 就是呢 他们那个飞行的路线呢 如果我们细心去做一些比较 去看呢 其实他们开始玩着 那条中线 就是他们经常拿着 那条中线来做文章 我觉得 包括就是 以往就说 哪有中线这件事的 但是老实啦 这个世界 如果你真的没有中线 你就直飞过来咯 你没飞到去 大概36海里 你就回过来咯 但是我们就这样看呢 他们又不像是玩到这样的 就是他们又不像是玩到 在24海里以外呢 刚刚touch到你 就走 他又没有那么困难 他又不会玩到那么困难 他就是刚刚就在你大概中线 那个位呢 就转来转去 那大家看图就看到了 他真的在中线那里转一转 他是轻微过一个 他就走的了 他又不会很过分的 每次都是过少少 还有最刘死的 就是大家知道那条中线 就是他那个位呢 他每一次呢 就在不同的位置进去 但是近期呢 他的玩法呢 就是他会 穿了个中线之后呢 就沿着那条中线呢 中线以东呢 就飞下 飞到差不多 又进回去 进回去之后呢 又有架出来 那就是那句啦 就好像吴启华 就是呢 我们叫弹出又弹入 有弹出又弹入 那我就看你台湾 怎样去回应呢 那他们现在那些 紧贴着中线来飞 刻意呢 就过了你的东面 那又不飞很多 那过来 那台湾应该怎么应对呢 那都是不变应万变呢 还有他这样玩法 其实不是都是演练着 就是如果他到时要攻台 其实他们的战机 当时如果在中线 怎样去突袭 就是我们说大台北区也好 或者你可能打台中也不奇怪的 或者你去先是将所有的沿海基地 或者空军基地 这样去掩护那些轰炸机轰炸也好 你自己走到前线 做战轰机轰炸也好 那是不是其实这些全部都已经是一个剧本呢 全部现在就是要争取时间 就是在2027之前 要做更加多的数据 更加多的演习 那尤其是要给军委主席看一看 我们真的准备了 应该这么说就是 因为他在中线 你如果一下子冲过来 对台北也好 台湾也好 怎样也好 其实好像是有三分钟的事就差不多到 所以对台湾来说 他都习惯了 很多时候你只好就是 李永驊就是不变应万变 你真的冲过来才算 现在这一两年 说实话短期内的战争 虽然看起来就是乌亚密报 但是说实话短期内应该是 不会有什么事的 拆枪就开除外了 但是短期内是不会计划 立刻说是有冲突啊 甚至是战争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要记住 就不用去深山 或者去 什么都准备好 要去学急救啊 类似这些东西 短期内就不会的 这么一看 双方都在不断 在演练着自己的战略 也都在探讨着对方 可能会有什么准备情况 我们只可以预计就是说 之后这些这样的态势 就会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密集 但是很明显 双方都是就着的 说实话 因为之前加拿大 不是又和美国佬 是过了台湾海峡的 甚至是有新闻图片 就说加拿大那艘船的主炮 还要对着我们伟大祖国的 就是跟踪驱族的 好像是灵异一些 那也挺大事的 其实拿大炮对着人 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但是最后都没有出什么事 所以双方仍然是 互相之间都是克制的 所以我们的 大家作为军迷 就继续看多些 就是关于这些演练 我们就是密切留意着 双方的 他们的战术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暂时看起来 双方对于自己的战术 都已经很确定的了 也都很明显是不断操练着 但是始终就是 这些是我们看得到的较量 我们经常说 看不到的 比如说是反潜 比如说是电磁战 其实打了很久的了 前排就去年好像比较密集一些 现在相对是比之前 有点缓和的在这方面 就是证明双方都应该接触过 都觉得暂时很难 就是很难 绝对压倒对方 有来有往 所以现在都相对 其实已经是比较 比较平和一点的 所以大家看这些新闻 就不用太害怕 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是这样的 你想想说 都讲了几年了 讲实话没那么快的 嗯 另外呢 就我们看到他去那个 菲律宾海那边去做演习 那也都看到 他在那个公古岛那边 就来了一百艘 就是来了一百艘 那个驱逐艦等等的东西 那大家看USNI又有 或者你去看日本那边 就是他们都有告诉你 就是他们现在的军舰等等的 那些情况 那生病觉得他们呢 突然间在东部战区那边 又派白手过来 那除了去造成一个 超大的一个 我们叫做打击群 一个很大很大型的打击群 那有没有可能 其实玩AB队演习 红蓝对抗呢 就是做一个红蓝的对抗 那比如说呢 这次呢 山东号这边是 一个的打击群啊 那就对面呢 那八艘呢 就是属于美国的 神盾驱逐艦 现在呢 过来搞你了 那现在你就要对抗他了 那会怎么做一些对抗性啊 你觉得 这次有没有这种 就是做一些 比较无疑的 实战的演习的情况呢 都有的肯定 就是现在很多时候 在国内的新闻报道呢 军事上都是 第一 当然是强调实战的演练 那很多时候 他们的演练的目标 他们演练的方式 都是很贴合于实战的 那相比起之前 可能就是出去演习 就纯粹是演习一下就算了 那现在应该对抗都挺激烈的 那这次我提计几艘的 是不是好像没有黄尸佬在里面 没有啊 这次全部都是清一色 是东海和南海艦队的 是啊 是啊 还有大家又想回 我们上个星期都说过 就是美国队长浩瑞去黄海和韩国佬演习 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点来的 这个都是 怎么说呢 互相回敬 你演习一下 我演习一下 接着就近些日本人 吓着日本仔 日本仔 他都知道了 萬一有什么冬瓜豆腐呢 他的基地就肯定被人炸了 这个是没得说的 这种的态势 都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表面紧张 其实暗瓦底 我们现在只是希望暗瓦底 中美互相之间的那些后本的channel 就是backdoor channel 都仍然聊天就OK了 就是避免误判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双方都不想立刻打 也都不想对方逼得太急 所以互相之间都会有少少 你来我往的 是 不过都挺壮观的 这次出的蓝队 不多谢 是啊 因为这次有很多052 这次 不过稍微失息 好像没有什么055 那不是很像055在做什么 其实055 对 为什么不找055 055落水了8只 是啊 落了 但是当然不是每一只都 是啊 第一批落了 不是每一只都真的可以打的 我想现在 可能都有差不多 我想三四只出来一定没有问题 我印象中试过 至少有三只 至少三只入役的 就是已经在海军入役了 是的 所以 之后都会越见越多 那八只 所有战斗力形成之后 在东南 在东亚这边 基本上都玩了 日本可以有一战斗力 但是理论整体实力 就当然不及了 日本就 不用说了 想着搞朝鲜 日本的吨位 始终 它本身 我们是那八百艦队 那如果你说大型的 就是四只大的 那个 就是我们说 外档级 金刚级 那它 接下来就会有个再大型一点 就是再大型一点 还有再加多两手 我们说那些 陆基神盾 但是后来搞不定 变成神盾 但是它是专职防空的 所以就 日本以规模来计 就没得计的了 一定 就是它不是想着 这样跟你去斗 而且主要它都是做防卫 有美国佬在后面 又有神盾居足艦 我们说第七艦队 又有这么多神盾居足艦 所以我想就 都相当不同的 就是亚洲地区 我自己觉得 唯一有无限金钱跟你玩的是印度 就是印度它是可以做到 这些神盾艦 那他们的艦不小的 都是零异这些急数的 就是它又没玩到 去到055个级数的 但是它玩到052个级数 他们是有钱玩的 那亦都加以各答那些 就将来会再加 或者甚至乎会买 我们经常都说 印度你做不如买吧 例如英国佬 英国佬那些军舰 近期都起得不错 那英国佬呢 又想周围卖一些军舰 第一大家便宜一点 第二那个技术 可能不小心都留一点点给你 那我觉得 印度佬如果你说去买英国 那些新的军舰呢 就是四五营就不好了 真的多谢了 这架真的会贵的 但是你说买些新东西 什么26那些东西都可以 那你见澳洲又买 加拿大又买 那上面 那上面 如果你聪明的 你便找美国佬帮你装神团 你不喜欢的 你找以色列帮你搞航跌都可以 就是你知道 印度全世界所有的军工 可以 你喜欢作物都可以 那他在印度洋上面 和中国打呢 就都不是没有好处的 那当然我们就不说 印度佬会不会过来 南海这边 我们就觉得会少一点的 就是他们就不是那么想 那些南海那边 南海那边 我看他就没什么兴趣的 应该是 不过我们又说回来 就是我们说到今次 他试下用那个海上封锁了 真的 出动到航母 他是不是还差点砌图呢 例如 他就在南面包里 北面包里那班 就属于军舰而已 那你制海 就必先制空 那会不会那批军舰 就不够制空的力量在那里 那到时会被冲盛的美日联军 打到爆了 那大家都知道 对于A2AD的战术 美国佬的 他给出来的应对 就是所谓的分散式杀伤 那我们之前都提过就是 Marine在这方面 就走在最前的 那首先就省钱 斩了所有的重型的装备 坦克 战车 甚至他们想来鱼鹰都会斩 那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将所有可以 无人化的这些攻击手段 就尽量改装 那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我们所谓的Nemesis 就是这个 无人的导弹发射车 那主要就是发射NSM的 对南空 对海攻击的导弹 那那个射程大概是不够200公里的 所以他们很喜欢 就是拿C130运去附近的小岛 放下 接着基本上都是消耗品 那些无人指揮的车 所以台湾的东北面的包围 其实在东北那边最大 你看到它的威胁就是这些 所谓的无人导弹发射车 就是好像乌鹰那样 很麻烦 就是它到处里生气 你嚇近一些 它又突然在这个岛 它又生气过来 距离它远一点 以后都会有这个 用海上的好备摩托车 或者是它们的集中 就是好像container那些 发射SM6的反栏 甚至是JASM、LASM 以后都会有不断的出现的 那这种情况 其实说真的 即使是用中国的空军去到掃墙 都挺麻烦的 因为它是绝对分散式的杀伤 那你是很难一次过去清掉 它的威胁点的 最麻烦就是你清完之后 好像打油激战那样 那在美国佬在伊拉克打油激战 在佛陇努加ng發覺 就是清了一次的这家屋 为何国内又有人在那裏 对着我的SNIPER 你在胡亂掃的 你可以很难避免 人家回到你清掃过的战场 再架设这些无人的攻击手段 所以都是一个挺重盘的准备方法 所以变成中国这方面 就是剛才Larry Hane說的 除了軍艦要有防空 空軍要站得更前 就是你要站得更前一些去保衛你的用作防空 用作防空的052D或者055 但是空軍一站前 你就很容易遭到 美國和日本那邊的空軍的攻擊了 所以這個就好像下棋一樣 一民航一民 整個體系之間怎樣互相對抗呢 其實都挺好看的 嗯 那可能003他的面勢就很重要了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003他什麼時候投入戰力 是不是就什麼時候才ready攻打台灣 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就是003 當然他的戰力就很明顯有幾個方向去解讀 包括他本身那個制空的能力 另一個就是怎樣在海上封鎖裡面可以阻截到 包括美日聯軍 或者美澳聯軍 就是視乎他擺在哪裏 擺在公股那邊 還是巴士那邊 就是他有幾個戰力的達標 就是尤其是如果他接下來的電池彈射是成功的 就是不要好像玩到福特浩一樣 是得是不得那些 就是他每次都可以的 但是可能他出擊的架次就不會誇張到去到福特浩 就是他之前那個設計的架次 就是可能他出擊的架次 始終他只有三條電軌 那可能他出來的架次比較接近尼米之 甚至乎我們 我和三明師弟我們覺得呢 你去到七成呢 你已經很厲害了其實 就是你在初次部署 打擊能力已經非常之強 是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他這架是比超級大王鋒更加重型的 因為我們說的殲-15B 更重型啦 放更加多的武器上面 那麼他也是有鷹眼 就是我們叫中國版的鷹眼等等 所以呢 他如果有美國的海軍的八成戰力呢 我們現在不是說晶片 不是他八成的戰力還差很遠 是真的那個代數已經很接近的情況 其實會對美國海軍 甚至乎負的基地會 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那個威脅是大到一個 你不能夠忽視的 就是到時你真的要找方法去擊沉他 不是說 喂 見到你啦 我用那個技術那個代數贏 不行了 因為已經是差不多持平 那麼所以你要找方法去 第一 你要是就要找方法 令他不敢出海 就要源頭打擊他 要不然的話 如果他真的出海了 真的跟你對視呢 那個傷亡那個交換比率呢 就會很接近 那就絕對不是美國海軍 或者太平洋空軍想看到的事情 就好像Larry說 因為這兩個國家 中美現在呢 其實他的戰爭idea和體系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他對科技的依賴 對整個體系的信息用途 其實是同一種打法來的 所以變成大家都很熟悉的 幫我吐弄 美國的領先優勢專武 以前對蘇聯 對伊克 對阿富汗這些這麼大 當福建和我們這次完全不形成戰力 比如說他有四個 這一個的藍載 藍載機中隊 有兩個中隊 是1300的第五代引役機 這兩個中隊是遷附一些重型的 第四代的藍載機 這個打法其實跟美國佬現在 比如說戰神號 阿布林林肯的打法 一模一樣的 其實是 當然熟練度 你的出擊效率 或者你戰機上的功能 會有少許 就是會有少許差距 但是就不是差這麼多的連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佬打一定會有損傷的 一定會有戰損的 這個是無法避免 而他最怕就是出現這種情況 你如果真的有個藍載機中隊 被人打下來 你回去 國會吃了你一次 都不要說其他的人 國會第一個就吃了你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佬 他們現在最怕的就是 比如說之後的004 甚至你的13005 如果研發比預期要早的話 很可能對台海和南海局勢 就會起一個加速的作用 現時的山東號和遼寧號 就算遼寧號都出來 對美國佬來說 這個海上的打擊平台 他們就不是太擔心的 所以對福建號 這隻可能追得上小英號的戰力 對他們來說就真的威脅很大 因為大家都希望將這個戰場 放在自己家裡就遠一點 在對方那邊打就比較好 所以為什麼美國佬之後 想到一些無人導彈發射車 來鎖住你的第一島鏈 甚至是這個Rapid Dragon 利用運輸機 大量變身這個空中的導彈的投射平台 都是因為這個